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大型的荷花池 现在这荷花开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现在在赏和台给大家正面 环视一下这一大片的荷花池 我觉得眼前看到这一片景色 内心有什么烦恼也都可以抛到脑后了 让人也是感到十分的心旷神怡啊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介绍这位战斗英雄杨连蒂 杨连蒂就是北辰驱人 他在1919年出生在天津市的北苍镇 他有一个称号叫登高英雄 而他的这个登高技能也是跟他小时候经历有关 在这个赏和长廊再给大家看看这一片的荷花 看着真是太美了 咱们接着说杨连蒂 他小的时候家境贫寒 14岁的时候学过斜将 以后又当过电工 架子工 给资本家卖了十几年的苦力 这也就使他练成了一身的登高技能 在1949年年初 千金解放之后 杨连蒂就告别了家人 与干过架子工的同伴一起 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在随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队 修复龙海铁路八号高桥时 杨连蒂非常机智勇敢的攀上四十多米高的桥墩 提前完成了这个修桥任务 他也荣获了登高英雄的光荣称号 1950年 他光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 劳动模范的代表会议 在1950年的10月 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朝鲜战场上 他也多次完成了抢修铁路大桥的任务 有力支援了朝鲜前线的战斗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公园的正中间 有一个杨连蒂烈士纪念碑 高是5.2米 中间的几个字 登高英雄杨连蒂 也是由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志所提写的 这边是加入共产党的入党誓词 在1952年的5月15号 杨连蒂在青川江大桥指挥连队驾桥时 不幸被这个敌军投下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 光荣牺牲 当时他才33岁 在他去世后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领导机关 为他追记特等功 并追授一级英雄称号 为了纪念杨连蒂 铁道部命令龙海铁路八号桥为杨连蒂桥 并建立纪念碑 在这座公园的北部 还建有杨连蒂的纪念馆 而这座公园的命名 自然也是为了纪念这位一级战斗英雄杨连蒂 往公园的北边走 我们看到了有一架飞机 它的名字叫歼5战斗机 曾经是仿照这个苏联的米格17战斗机所制 这架飞机可不是模型 它确实是一辆实体的飞机 走到公园的最北边 我们也能看到 有一座杨连蒂烈士纪念馆 但现在是没有开放关着门了 在2012年的5月 杨连蒂烈士牺牲60周年之际 在他的家乡千金市北神区 就启动了杨连蒂烈士纪念馆的重建工程 于这个2013年4月落成开馆 那么这座公园的整体 基本就在大家逛完了 逛了一圈 给我的感受是 咱现在过的幸福生活 都是之前这些革命的烈士英雄 他们抛头颅撒热血换来的 向这些革命烈士英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咱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